自嘲韓國瑜外第二黑 陳玉珍反金門駐常用病房再惹疫 國民黨立委陳玉珍到外交部抗議 遭大門夾傷手指 被安排送往台大中正急診區就醫 被逼浪費醫療資源惹疫 他10日下午搭機返回金門 因頭痛 忽冷忽熱 嘔吐 再度到醫院就診 那天 頭和身體受傷 以後 去台大急診流關了一個晚上 我就回家 因為回到金門 頭還是很痛 所以 不得已還要來 修 醫院 租醫院 剛還有 很多鄉親 跑來看我 有個鄉親還專程坐飛機 從台北來看我 又回去 陳玉珍強打精神受訪 但韓國瑜十三日二的金門 為他助選 身體圍樣的他 鄉親關切 是否還能站上造勢舞台 我已經 這樣 休息五天已經 對很多鄉親很抱歉的 取消 很多很多的行程 我都覺得 不好意思 我覺得我一定會 非常 很快的好起來 陳玉珍住進金門醫院修養 取消許多競選行程 但為何住的是產後病房 金門醫院 這麼解釋 因為他現在是在風頭上 又是一個 現在輿論上的 如果他去住五六樓 肯定很多事 很多記者 很多什麼都會一直去 還有很多盛視任務都會去 所以會影響到其他的病 病人的安寧 其實我們安排他 他不知道這個病房 是什麼的 而且這個病房 是彈性用的 並不是絕對是 婦產科病房 我當時的考量 是這個樣子 並不是他要求我 他主要是 頭痛 然後嘔吐 專科醫師來看過 他覺得 像做電腦斷層 要住院 這樣子 他爐內裡面有問題 住院 然後要做一些 電腦斷層的檢查 還要做一些抽血的檢查 住院消息曝光 陳玉珍晚上透過電話回應 這是醫院的調度與安排 他不清楚 更不想住院 我的心聲非常繁忙 非常不希望住院 但是醫生 可能覺得說 在觀察一下會比較好 醫院要安排 住在幾樓是醫院的調度 也不是我要求的 為什麼住 產後病房 也不是我 我要求的 已經快要修養好了 我要趕快出院 我不想一直被 這些事情 搞在這裡 我非常的不想要住院 不要為了黑我無極限 我覺得 我都有點要被 霸凌到說 去哪裡都有錯 請停止 繼續這種磨碍 我現在已經變成是韓國瑜 除了韓國瑜外 第二個 最黑的人 已經辦出院 我下午就辦出院了 謝謝大家 大家 不用擔心 我有 金門人的 毅力 地方中心 金門報導 好